甘露在藏传佛教中 也就是常解脱 见解脱 闻解脱 甘露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圣物 对藏民来说 有一颗甘露就能终身受用 因此对他们来说非常宝贵 可得到常解脱 见解脱 闻解脱 我们师兄们发心 把自己在寺庙里面 所早期在大藏区结缘的 甘露母丸跟子丸 取之于四方 我们也想说这一次用之于四方 就是回馈鬼寺庙 因为刚好上耶寺嘛 上耶寺也是整个藏族的 藏传佛教的精神中心 上耶的意思就是奇迹的意思 就希望每个人人生充满了奇迹 可以让大家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上面 经过这个加持得到更好的一个前行 甘露寺他们藏传佛教在修法 就类似练丹的概念 会用不同的本尊的 那个修祖坛层来炼制 就像炼丹一样 那甘露通常有几个功效 第一个它有常解脱 就常识的常吃 还有见解脱看到 还有闻解脱 闻到这个香也得到一种解脱 藏民来讲有一颗甘露丸 一小小的甘露丸 他们就终身受用 他不会把它吃掉 他们有生病或去到一些不好的地方 会放在水里有进化 按藏传佛教秘中的说法 甘露可佩戴 实用和供养 莲花生大士曾经说 以修成而承办解脱的法 历代传承主师都有讲解 但不需要修法 仅仅实用就能解脱的法门 唯有我连师才拥有 甘露度化众生 不因信心有无而有所限制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苗栗采访报道